大家好 我是小安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脸上总是长斑 反反复复的发作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往下看 102岁老中医曾经把这个方子推荐给很多患者使用 坚持用了一段时间 这些斑斑点点都慢慢的消失了 而且非常的有效 使用一段时间后皮肤白里偷红 连睡眠也变得特别的好 下面就把这个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方子 首先我们来准备20克义米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多吃义米可以去斑 事实上义米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人体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 有特别强的美白功效 尤其对于改善肤质 雀斑都有特别好的调理效果 义米是一种美容食品 常吃义米可以使人体的皮肤光滑细腻 并且能够消除粉刺 斑雀老年斑 蝴蝶斑对皮肤粗糙 搓疮都有特别好的疗效 义米本身所具有的润泽肌肤 醒气活血 美白补湿 调精止痛等功效特别的显著 运用于皮肤上最有自然的美白效果 能够提高肌肤新陈代谢与保湿的作用 而且可以有效地防止皮肤干燥 保湿锁水 易人素可以防止晒黑 改善肌肤干燥的状况 如果每天用一小勺来煲汤和煲粥喝 不光味道特别的好吃又好喝 美白的功效特别的显著 很明显 从里到外都特别的美白 很好的 所以吃玉米还可以使身体清洁 还能够减轻患癌的几率 我们平时要多吃一些玉米 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好处 玉米清洗干净 我们可以加入清水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焖煮出来的玉米口感会更好 香甜又软糯特别的好吃 很多朋友们都搞不懂 生玉米和炒熟的玉米有什么区别 生的玉米去湿功能比炒熟的玉米会更强 而炒熟的玉米煎皮功效要比生玉米会更好 所以呢 各有各的好处 我们再来准备10克黄芪 黄芪腺线微胃干 能够补气固表 是我们家中常见的补中药材 黄芪又叫做北芪 名单医学家李时珍称它为不要肢掌 经常用黄芪来煮汤或者是直接泡水喝 都具有特别好的保健养生功效 黄芪能够补脾胃之气 气能生血 调和气血 气还能行血 顾客用仪气 血湿和淤血足落 能够有效地去除雀斑 黄鹤斑 老年斑 皱纹等斑纹 行使多喝一些黄芪水 还能够增强免疫力 对于糖尿病 高血压所引起的浮肿 面色辣黄等情况 喝黄芪水都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我们再准备5-6颗红枣 加入清水把红枣淘洗干净 红枣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果糖和黄酮类物质 能够促进体内胶原蛋白的形成 可以改善皮肤 并且红枣含有补血安神的功效 平时的时候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要多吃一些红枣 每天煲汤吃上几颗 或是泡水喝 职业吃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多吃一些补气补血 美容又养颜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最好选择老姜 老姜的作用会更多 口感会更好的 加入清水 我们先把生姜搓洗干净 生姜之所以能淡化我们面部的色斑 和生姜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面部出现色斑 跟自有机有很大的关系 体内的自有机可以加速肌肤的老化 导致黑色素分泌过剩 然后在面部产生沉着 形成了色斑 而生姜中的活性成分 能够有效的抑制机油剂的产生 同时生姜中含有的姜辣素 还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并且可以促进皮肤血液的循环 减少皮肤中的黑色素 淡化色斑的同时还能够延缓衰老 我们在食用生姜的时候不需要去皮 只要洗干净就可以啦 生姜果肉是温性的 果皮属于寒性 两者一起吃 口感更好 效果会更佳 最后把生姜切成细丝就可以啦 我们再准备一口养生糊 把水泡的所有食材倒入养生糊中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让盖子我们开大火焖煮30分钟的时间 如果朋友们没有养生糊的话 可以用砂锅来炖 但是呢 一定不要用铁锅 铁锅炖出来的味道会特别的难喝 准备一把枸杞 淘洗干净就可以啦 枸杞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 能够缓解肝肾不足引起的法力 腰膝酸软 耳凝 头晕 疑腥 枸杞的明目效果也比较理想 对长时间硬眼 肝肾不足引起的目眩 视网模糊 多类有治疗效果 枸杞还有润肺的作用 虽疗咳嗽 消渴的患者可以多吃一些生枸杞 有助于改善症状 现在医学研究还发现 枸杞还有增强免疫力 抗衰老 抗肿瘤等作用 枸杞虽好但是吃的量不要过多 一天吃上20克就可以啦 如果吃的比较多的话 引起上火的症状就不好了 焖煮好了 我们把枸杞倒入锅中 再煮上两分钟就可以关火啦 枸杞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啦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一勺蜂蜜 再把蜂蜜搅拌均匀就可以直接喝啦 蜂蜜中含有特别好的维生素 矿物质 蜂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 酶类等多种营养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加快血液循环 减少黑色素沉积 长期饮用蜂蜜水 能够提高人体中的抗氧化水平 让皮肤白嫩又光滑 并且还能够红润皮肤 去斑血块 多喝蜂蜜水还能够润肠通便 有助于身体排出毒素 这样也能够达到去斑的效果 冬天我们皮肤比较干燥 这个时候可以用少许的蜂蜜水调和 涂抹在皮肤上 能够防止皮肤的干裂 不管是口服蜂蜜还是涂抹在斑点处 都可以滋养细胞 滋养肌肤 补充细胞的营养 抑制色素的沉着 起到去斑去斗的作用 只好的一米黄奇水早晚喝一杯 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后 脸上身上的各种色斑 就有特别好的明显消化和消除 并且平时有湿气的朋友们 饿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穿的湿气慢慢的没有了 皮肤气色也会变得特别的好 黄奇水虽然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自身体内存在湿热情况 就不要用黄奇啦 因为黄奇属于热性的补品 有湿热的朋友们使用之后 可能使个人的病情加重 另外感冒发热 精气的朋友们也不易食用 黄奇每日的含用量不要太大 每天的食用量不超过15克就可以 并且肾脏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慎用 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 假如你还在为脸上 身上 斑斑咛咛的斑点而烦恼 不妨收拾起来 适适热到黄奇水 或许能给你带来惊喜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每天都会分享边的养生视频 与您分享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赞 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